花蓮市公所近日收到两笔来自花蓮市的友好城市 日本北海道串路市的上款 分别是由串路市发起的募款活动 供募得100万的日元 另一笔则是市议会全体成员 共同捐款10万日元 为了感谢他们 市长魏佳燕则特别拍摄了一支影片 感谢串路市伸出友谊之手 让花蓮市民朋友倍感温暖 花蓮市的友好城市日本北海道串路市 在花蓮发生地震后 第一时间就发起募款活动 并在官网中发布募款讯息 经过两周时间 以募得100万日元 另外市议会议长田中幽州 也和市议会的全体成员 一起响应送爱到花蓮 共同捐赠了10万日元 那一笔款像是100万日元 那一笔款像是10万元日元 那再次的要谢谢我们友好城市的一个协助 那第一时间就有打电话来慰问 那议长这边也特别的说 也希望说灾后 也希望带着川路市的 不管是议会或是地方产业界 一起来花蓮重振我们的观光 那再次的特别像我们川路市的 夏明大爷市长 那田中幽州议长 跟他们说一声谢谢 我想我们不孤单 所有的国际的友人 都向我们伸出援手 所以我们必须要勇敢向前重建家园 为了感谢他们 市长维嘉燕特别拍摄一支影片 表达市民朋友 对川路市友谊知情的深深感谢 感谢各界的善心与支持 协助花蓮重建家园 并展现了友谊的真正力量 期待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 能持续与川路市加强合作与交流 共同携手渡过难关 记者 徐立晴 花蓮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顽 hier